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从犹太利一路月到提斯六月十日的赎罪日 有四十天的时间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每日分享生命更新 今天是一路月第二十天的分享 今天要特别来分享破碎之心带来完全 一路月的第十八天到一路月的第二十九天 共有十二天的时间 在这十二天的每一天 人们会每天回顾和醒察 过去一年相对应的十二个 犹太利的月份的行为和成就 做一个总结 预备迎接犹太新年五七八四年 一路月的第二十日对应犹太利基斯六月 基斯六月也称为The month of dream 做梦之月 因为在基斯六月的陀拉学习部分 是关于约瑟做梦和法老九镇做梦的部分 其中提到大概九个梦 此外基斯六月大概在十一十二月 黑夜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拥有充分睡眠和做梦的时候 今天要特别来回顾去年 基斯六月你做了什么梦吗 实现了吗 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在即将来到的新年 要继续完成你的梦想吗 一路月的主题是 和破碎石板和破碎石板的约柜 这四个西伯来文字的首字母缩写 评价起来就是以路月的四个西伯来文字 以路月连接于专有整块石板和破碎石板的约柜 约柜内放着摩西在赎罪日收到的第二套石板 以及摩西在看到以色列人拜金牛毒后打碎的第一套石板 摩西是在以路月一日第三次上西乃上 四十周夜在赎罪日带着第二套石板下山的 这在告诉我们 以路月不仅有能力实现更新 拿到一套新的石板 也可以通过悔改来恢复破碎的石板 这是因为真正的悔改 不仅可以修复过去 而且可以超越过去 更加完整 当我们的心感觉到像破碎的石板时 那么破碎本身就得到了救赎和提升 这种破碎的感觉意识 是我们与神建立的新的更深的连接 摩西是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打碎石板的 石板的破碎只放生在人们的眼前和感知中 实际上石板是在神里从未被打破还是完整的 摩西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 在我们看来彻底破碎和混乱的世界和心灵 神依然超越人类想法和理解 存在于我们的碎片中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年中最后一个月以入月的独特力量 其名字拼出装有整块石板和破碎石板的约规的字样 意思是可以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建造一个约规 其中不仅包含我们的第二套完整的石板 还包括我们的第一套石板的碎片 这是我们被赋予力量的时候 你可以拾起生活中的碎片 并发现自己内在真实的一部分 从未真正破碎过 原来的石板被打碎了 但并没有被扔掉 事实上 它们与新的完整的石板 一起保存在最神圣的月会中 它们受到尊重 因为它们象征和纪念人类的错误 以及获得宽恕的机会 破碎和完整并存 当我们悔改回归神时 就是将我们生命中的一地碎片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开始宽恕 得着从错误中学习修复和前进的能力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随身携带着这两套石板 为我们的成功感到自豪 同时回顾我们的失败 并从中吸取教训 并决心超越它们 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犯错 都曾经经历失信或者破裂的关系 失去工作或亲人的经历 但不同的人对不可避免带来的伤害 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崩溃了 有的人会因此成长 按照传统 在犹太婚礼结束时 新郎总是会摔碎杯子 即使是在最幸福的时候 也会用脚踩碎玻璃 这在表明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 事情也总会变成破裂 这种艰难的时刻 应该被用来建立更牢固的婚姻 这对夫妻必须学会接受破碎 并将其作为成长的工具 使婚姻变得更加完整牢固 一个人越破碎 越有机会变得更加完美 当你的心破碎时 你就处于一个真实的 想要回归神 回归你真实自我的状态 忧伤痛悔的心 神并不情感 是进一个充满破碎的地方 充满破碎的人们 但在神凡事都能行 就像摩西为百姓 向神祷告四十周夜后 神赐下第二块石板一样 当你转向神 悔改祷告 神将医治 修复你的破碎的心灵 病痛的身体 残缺的关系 今天的默想是 你最后一次心碎是什么时候 当你将自己承认这一点时 你是否感到更孤独 还是更想靠近神 欣赏你目前生活中 哪些领域让你感到心碎的 回归有哪一件令你心碎的事 神曾经医治 恢复了你 今天的行动是 在今天的祷告中 向神描述你破碎的心 并解释你为什么会破碎 写下你祷告后的感受 领受神的回应 然后开始不断地向神祈求 突破和翻转 经历了二十天的心查和悔改 你的生命一定有了改变 比犹太新年还有九天的时间 你向神悔改祷告之后 你对神的医治和恢复 有信心吗 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怜悯中吗 请继续观看 一路月第21天的分享 欢迎订阅分享 Shalon Sorry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 请继继续观看